煙火救世 讓低迷已久的路股 重新起死回生 火波亂跳 更信投資人瘋狂搶劑 截至節前收盤 ETF規模達到 3.17萬億元 較九月初增加4559億元 K棒指衝天際 追蹤中正科技50指數的 永豐中國科技50大 ETF00887 從低點九塊錢 短短不到十個交易日 就衝上三十八點八元 預價幅度一度超過200% 而追蹤深圳一百指數的富邦升一百 零零六三九近期股價 同樣一飛沖天 投資人追捧讓零零八八七 零零六三九收益人數雙雙破萬人 但股價 溢價幅度破百 不只爆出投資人違約交割 也多次遭到證交所列為注意股 而軍管會也證實將在十四號 約談永豐同性 瞭解議價異常發生原因 應變處理措施等等 就怕違約交割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消息一出導致零零八八七 十四號股價出現重挫 盤中一度大跌超過百分之五十 而零零六三九也出現震盪 不過臺股受到中共軍演衝擊 本週開局又再度陷入狹幅震盪 今天臺股的開盤表現偏向於區間震盪 主要原因還是受到這個中國軍演的影響 但這是屬於短期的因素 聚焦在台積電的法說 我們要看到它 COVERS的毛利率是否有再提高 臺股還是偏向於正向樂光 往七月十八號的這個向下跳光缺口 兩萬三千五百點去做前進 不過雖然中共老臺讓臺股出現震盪 但本週四台積電大地光法術會將要登場 專家看好將有望激勵瓶蓋股動能 就當臺股ETF也陸續除息 有機會持續吸引小資族搶劑 三全張錦翔劉副詞 台北報導